嗨,大家好,我是啪啪 我刚刚教完一节雅思写作课回到家里来 每次给学生上完写作课 我就觉得我的脑细胞又死亡了很多 因为每次教写作课的时候 就要注意逻辑 然后还有词汇的表达 还有语法知识等等很多内容 真的上完了以后就觉得自己特别饿 然后我刚刚就点了一个外卖 然后准备开始休息一下 边吃边看看电视剧 我最近在追那个心汉灿烂 我觉得特别好看,推荐给你们 我刚刚回到家就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和呱呱不是准备 先在英国租一个月的民宿这样子嘛 然后我们就边住民宿边去找房子 因为有的房子呢 就是你刚租的话 它其实没有提供你一些床品 就四件套 然后还有什么 甚至有一些便宜的房子 也没有床 还要让你自己去买床 包括什么锅碗瓢盆呀 这些肯定刚去都是没有的嘛 所以我们就想 干脆刚开始去的时候 我们就住一个民宿 因为那样的话 就是我们什么都可以有 就可以马上正常的生活 然后再边找房子 边去买这些东西 更重要的就是 如果我们提前在 网上去看房子 租房子的话 就没有办法实地去看 所以就害怕会受骗 或者说这个去了以后 发现房子并不是我们满意的 然后包括还有要交保证金呀 交这个提前交房租这些问题 就没有办法提前处理好 所以我们就决定呢 先住个民宿 然后去了以后再来去找房子 我觉得这个思路还是非常好的 那有些人就问说 为什么我们不住学生宿舍 学生公寓之类的 学生公寓跟学生宿舍的话呢 你们可能不知道 就是现在那边的情况 现在那边的公寓 就是基本上就已经全部都没有了 从三四月开始 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了 就早都被人订完了 而且因为就中国留学生特别特别多嘛 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个公寓 然后他们就会涨价 然后包括有些中介 然后他们会在那边炒房子 所以像一些那种遗事户的那种公寓 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厨房的一个台子 然后有一张小小的床 然后还有一个卫生间 大概可能一个房间也就是20多坪的样子吧 然后一周的租金就要200多磅 就相当于一周的租金就得要 现在的汇率是1比8 所以一周的租金的话就得要1600 那一个月的话就是6000多 其实也很贵很贵的 然后要不然的话呢 就是得跟别的留学生一起住 就一间房子大概是四到五个人 也有那种就是人更多的 然后那厨房呢是在外面 就大家公用的那种厨房 卫生间呢也是公用的 就说句话 因为我们已经就是出来工作了几年 然后在外自己生活了几年 之前刚去上海的时候 我也有跟别人合租过 然后以前大学的时候也有就是住宿舍嘛 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呢 就我还其实不是很喜欢跟很多人一起住 我还是比较喜欢独居 或者就是两个关系比较好一点 生活习惯比较接近的人一起去住 所以我就没有选择学生公寓了 因为觉得他性价比真的不高 就连那种几个人住一间的那种 一周的租金也要在80磅左右 等于说就600多块钱 那你一个月的话 其实也是要大概5000吧 就五六千 然后出去租房的话 你们应该昨天看到挂挂的视频 出去租房的话 其实基本上也就是七八千 可以租到一个仪式户 而且还能大一点 就可能有个四五十平的样子 有正常的小客厅 然后卧室还有卫生间 厨房也还蛮大的 就不像那个学生公寓的厨房 它就是直直对着你的那个床 等于说你在屋里做饭的话 那个油烟肯定会就一直围绕在你的这个房间的 所以我就觉得在外面租这样的房子 性价比还挺高的 一个月两个人可能也就花个八千 忘了告诉你们这个好消息是什么了 这个好消息就是 我前段时间一开始看那个民宿的时候 它一个月用会下来大概是一万二这个样子 一万两千多 因为民宿嘛就比较贵 而且我们选的那家民宿还蛮好的 就它有一个客厅 然后客厅的话有很多的书柜 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就我觉得这个房间还蛮好的 然后有个卧室 还有一个不错的卫生间和大大的那种厨房 听说还有PS就可以玩游戏 虽然说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玩 但整体的这个房间给我感觉就特别好 对了还有一个小阳台 有点贵 但是我们只住一个月就还可以 还能接受 然后我刚开始看的价格是一万三 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跟房东沟通了一下 我说能不能稍微减一点钱 然后那个房东就回我说 他说可以 他说直接给我少掉一千五人民币 然后少完了之后呢 直接就变成了一万一千多 我就觉得这个房东人真的是太好了 就我没有想到就我只是随口问一问他 能不能给我便宜点 然后他竟然给我便宜了那么多 所以我真的觉得太开心了 关键这一千五呢 是他已经在就是月租 给我们打完折之后又在少的 就他本来一晚上我记得好像是六百还是七百 然后因为我要订一个月嘛 所以说他已经给我少掉了大概在五折多六折的样子 然后一晚上平均下来好像是四百多 等于说他在这个打折的基础上又少掉了一千五 是不是还挺多的 希望这个房间就是我们能住得很开心 然后也希望我们就是刚开始一去就顺顺利利的 就可能大家最近也会担心英国的一个高温的问题 还有就是一个能源使用的问题 其实我也是有点小担心的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时候去留学 不管是什么时候就是去面对一些事情 其实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难题 不是这一件就是那一件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了 无所谓了 就算我们是前几年去留学的 肯定前几年也是有前几年的问题 对吧 所以真的没有关系 就冰来浆荡水来土岩就可以了 好那我就先去吃饭了 那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边了 拜拜 今天吃个没有辣椒的麻辣汤 我昨天跟朋友出去吃麻辣鱼 把我给腊住了 所以我今天要了一个没有辣椒的麻辣汤 清汤挂水的 简单的吃一吃 点精采 感谢 散erem 好